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朱爱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 黄武军校历史人物列传 我们接着来讲胡东南 上一集我们讲到 胡东南在大臣及周边诸岛 进行了军队的整编 然后给东南沿海 新中国的政权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胡东南希望国防部 能够增开兵力到大臣 比如说 从朝鲜战场 去台湾的政权战俘 但这些都没了下文 不久以后 蒋介石终于批准了 胡东南之前的一个提议 成立了东南干部学校 由胡东南资金校长 西方公司美籍的范尔逊 担任副校长 希望能够训练干部 以为将来深入大陆内地 建立长期基地的时候使用 这个学校一共办了两期 胡东南在大臣的经营 在这个期间也是达到了顶峰 他在1952年底被任命为浙江省主席 夏社温岭预还两个县 153年1月 胡东南又兼任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党务特派员 办公室就设在夏大臣 不过随着朝鲜战场渐进尾声 中国国民党开始以正规军调转矛头 将重点再度放在了东南沿海一带 人民解放军将目标指向了胡东南占领的大陆山 小陆山 机关山 杨宇 这四个岛屿 首先开打的就是大小陆山 因为大小陆山背靠 披山岛约八海里 国民党第一和第五突击大队可以直接支援该岛 国民党海军的军舰三四艘也可以巡逻警戒 控制航档 这对于东南沿海海上运输和渔民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威胁 浙江军区林维光代司令 指示由人民解放军六十师 公安十七师和温台巡防大队这三家部队 成立了联合指挥所 准备夺回被胡东南占领的这四个岛屿 具体作战计划是 六十师179团一营 负责攻打大小陆山两个岛 公安十七师一个营 负责攻打杨宇机关山两个岛 温台巡防大队的任务是 以火力支援陆军登陆 堵截国军海上退路 阻击国军的增援舰艇 153年5月29日 人民解放军六十师179团副团长胡铁峰率领一个营 海军温台巡防大队长陈雪江 率领一三中队炮艇十多艘 鱼轮多艘 在二十多艘积翻船的配合下 对大陆山和杨宇的国军发起了突然袭击 战斗只进行了半个多小时 就全监了守军220多人 击毙了国军主任杨元舰以下46人 这样呢 人民解放军就夺取了大小鹿岛和杨宇岛 胡铁峰得到消息以后 他自然不肯善罢甘休 他亲自率领国民党军官战斗团1600多人 在14艘军舰的掩护下 向人民解放军60师和国安17师 守卫的大小鹿山和杨宇 实施反击 6月24日 人民解放军60师179团一营 和国安17师50团三营九连两个牌 守卫大小鹿山杨宇 面对国军的优势兵力 英勇抗击 但是因为国军兵力众多 终于登陆成功 解放军首导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先后打退了国军 十多次进攻 其中海军温台大队二中队中队长 阮国全作战十分勇敢 他们前往杨宇支援时 要通过国军所占的岛屿 和击谷山的封锁线 在杨宇又遭到海上 四艘国军军舰的拦阻 那么阮国全率领海军温台大队 打退了国军的信仰号 又打伤了另外一艘国军军舰 直插杨宇岛的侧后 打击国军登陆部队 而首导解放军部队 在没有水喝 没有饭吃的情况下 发扬了在朝鲜战场上 大无畏的精神 激战36个小时 首导分队同志 大部分壮烈牺牲 那么增援部队 在海军的火力支援下 及时登上了大小路山和杨宇岛 打退了国军的反扑 那么占领小路山的国军登陆受挫以后 仓皇撤逃 大路山守军解放军组织五个班 向小路山反击 歼灭了国军三百多人 在这一系列作战中 解放军歼灭国军七百多人 击沉国军 击翻船十艘 击伤国军军舰五艘 胡宗南反击失败 紧接着1953年6月 广国双方又围绕着另外一个小岛 只有0.5平方公里的击谷山 酝酿了一场攻防战 击谷山位于松门东北12公里处 最高点海拔239米 山形上方下宽 它的站的位置非常重要 战友此岛不仅能用炮火阻断 浙江沿海的南北航线 而且能从南面拱位上下大陈 是大陈岛名副其实的南大门 当时击谷山由国民党第二军官战斗团 三营七连以及一个高炮驱队 共120多人驻守 火炮九门 国军的军官战斗团成员大多是 降级使用的军官 连长军衔为上校 士兵也多为卫官 这些军官都经过抗战和内战 无论是从战斗意志 还是从战术修养上 都可以说是国军中的精锐 对于这支部队 在大陆方面对它的评价是 凶残顽强 那解放军这边 也同样是精锐 六十师179团 这原属于志愿军9兵团 20军的序列 是志愿军第一次战役胜利之后 开赴朝鲜的 他们曾经参加过朝鲜战场上 著名的长津湖之战 作战英勇 全师在朝鲜战场 曾经先后伤亡了一万多人 那么1952年10月 六十师随军主力回国以后 部队在山东短暂的整边补充之后 就马不停蹄的南下 移住浙江台州 所以呢 六十师也是解放军中的精锐 对于拿下几股山 解放军方面下的决心非常大 当时六十师的纸专员就表示 我们决心以一个营的兵力登岛 准备牺牲600人 也要把这座小岛拿下来 国军这边刚刚丢失了三个脑 那么几股山能否成功的防守住 也决定着这一系列作战最终的胜败 那么蒋远石对胡东南也是全力支持 在三岛失守之后 他特地派第二舰队司令齐鸿章 率领四艘军舰支援大臣岛 这个时候在大臣海面 国军的舰艇已经达到了13艘 所以在海军上形成了很大的优势 平心而论 解放军登陆击鼓山岛作战 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击鼓山本身地形险恶 形状就像钉子一样 山上只有一条窄的无法转身的阳长小道可以上山 而岛上射防也十分坚固 遍岛都是钢筋水泥攻势 山脚山腰布满了铁丝网 上下左右还挖通了壕沟 对于击鼓山国军防御不利的是 他距离海岸太近了 已经在解放军的暗炮射程之内 而且山上多岩石 守军容易在炮击下 因碎石飞溅而形成二次伤害 讲到这里 大家可能就会想到 解放战中一个著名的战役 这就是孟良固之战 击鼓山岛之战和孟良固有很大类似的地方 而击鼓山守军的想法也和74师守孟良固比较类似 他们想的是坚守带援 一旦援兵来到 那么忠心开花 至于死地而后生 153年6月24日下午16时 解放军的暗炮开始对击鼓山试射 解放军的炮火已经不是国军可以比拟的 强大的火炮对于击鼓山的防御攻势 有着极大的损害 解放军179团三营和五个炮兵连 组成的登陆部队与九栋门上船 与此同时 解放军临以遵义号两艘炮舰 进至大臣东北七八海里的海域向大臣炮击 以钳制大臣国军的增援 下午16时45分 解放军暗炮开始向击鼓山急速射击 时期时转为破坏射击 时期时二十分 在四艘护卫艇的掩护下 二十多艘机翻船组成的登陆船队起航 时期时五十分 解放军的三艘炮艇分别抵近击鼓山岛西北西南角 炮击国军探头阵地 由于国军的导炮 大多数安装在击鼓山顶 所以护卫舰队迅速的接近山脚 对导炮的死角进行火力掩护 到了十八时 国军击鼓山上的攻势及电话线路 在解放军强烈的海陆炮火的攻击下 激进全毁 十八时至十八时三十分 解放军第一梯队两个连开始登陆击鼓山岛 但登岛之后 遭到了国民党军官战斗团发起的近似疯狂的反登陆突击 给登陆部队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营长 教导员 营参谋长相继阵亡 使得解放军不得不投入了预备队 但是国民党军官战斗团毕竟人数有限 没有补充 强行反击消耗掉他们的有声力量 入夜之后 解放军护卫艇队开始向山顶延伸射击 掩护后续的登陆部队向着主风进攻 激战到次日凌晨一时战斗方基本结束 25日拂晓 解放军登陆成功 此战全间国民党守军110人 毕伤卫官以下32名 俘虏校官3名 卫官42名 士官23名 11名下落不明 解放军牺牲47名 伤167名 失踪3名 这是大陆方面的战报 那么这里存在着一个疑问 就是胡东南为什么没有及时增援吉武山岛 胡东南并不是没有去增援 他派了一队海军陆战队增援吉武山岛 但是解放军的炮火极为猛烈 胡东南的船队根本没有办法登陆 另外呢 解放军整个的作战安排非常的合理 大部分的作战时间是夜晚 天黑之后 国民党海军的优势发挥不出来 解放军的炮艇更适于夜间出击 所以国民党海军吃了很大的亏 也正是因为这两条重要的因素 胡东南的增援部队没有办法登上吉武山岛 最终吉武山岛失守 那四个岛都失守了 蒋介石非常的愤怒 他用特级电报训斥胡东南 电报上只有16个字 连丢四岛实为耻辱 切实追查 立即报了 而且四岛失守 这就扫除了近海航道的障碍 而且大臣海面也被解放军的岛炮所控制 大臣岛的南大门就被打开 支持国民党军在浙东沿海作战的美国西方公司 认为国民党军已经无从守住大臣 所以全部撤离 那么到了7月下旬 蒋介石也考虑到形势上的变化 大臣防卫作战完全有赖于海空军的协调配合 所以决定撤销了江浙反攻救国军总指挥部 改设大臣防卫司令部 以正规军替代原来的游击武装 胡东南也被要求撤回台湾 胡东南心里是恋恋不舍的 当时他写信给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 信中说 帝之所以来大臣 为欲求一可死之地 免在台湾而陷于自杀的悲惨之局 金呼文有调动之信 两年经营将于换灭 大陆线索亦将中断 是非可惜之之 大臣之决策是否尚在蕊律之中 是否尚有挽回之余地 判计请示总统 训计指示为改 但蒋经时呢 还是没有同意 指定蒋经国亲往大臣 接胡东南回台湾 后来又安排胡东南 作为澎湖防守司令官 实际上在胡东南回到台湾 那么去澎湖就职之前 在这段期间 他还曾经到台北的国防大学学习 他是在1953年7月回到台北的 8月份就进入到国防大学 一直学习到1954年2月 历时月半年 胡东南自黄埔军校毕业之后 一直带兵征战 20多年来几乎没有静下心来 集中时间系统的学习 近代军事理论和知识 这次到国防大学学习 是胡东南20多年来 第一次离开部队进入学校 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军政职务 就是以一个学员的身份读书 一则胡东南书生本色未改 二是戎马多年阅历不少 教训更多 需要思考与总结 所以胡东南在国防大学里学习 很是抓紧 读了不少书 还与同时入校的其他将领 军官一起研究探讨 没有丝毫的架子 这些人很多人都是黄虎出身 又都是从大陆逃到台湾的败军之将 经历与建文颇为相同和近似 胡东南与他们相处的颇为融洽 平日里无官无职 也没有官微 虽然昔日的部署 对他仍然敬礼不衰 但是大家都是同学 相处的非常好 一月五四年二月 胡东南自国防大学毕业 名列高等 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实际的军政职务 只是以总统府战略顾问的名义 在台北闲居 后来蒋介石就任命他到澎湖 任防守司令官 胡东南在澎湖四年 对于澎湖是有着卓越贡献 首先是加强了当地的防务 他一方面规划妥善的配置兵力 将第九十三师的兵力与部分的火炮 布置于万安 七美 湖景 等外围岛屿 增加了马公的防卫纵身 并且经营马公 拱北山的防御工事 修筑碉堡 与各种火力量 另外 他着手改造营房 将其改造 成为以班牌为单位的隐蔽室 与各构筑的阵地碉堡的攻势为林 其次 胡东南积极推动修建眷村与军人公墓 装设自来水与防风墙等设施 增设诊疗所 以安定岛上的军心 并且提升官兵的生活品质 第三 加强官兵的政治教育 加强对主义 对领袖的信仰 经常巡回对岛上的官兵讲话 坚定他们对于国家与个人前途的信心 第四 基于过去在大陆的制兵经验 他在澎湖期间 开办了六期三民主义训练班 加强官兵的思想教育 另外 胡东南带兵 一直注意良好的军民关系 胡东南到达澎湖之后 逐步了解澎湖民众平时生活上的困难 也运用守备的资源 给予尽力的协助 比如说 扩建了马工机场 并且速度协调本岛的交通单位 增加航运班次 联络农副会多次派专家前来 指导当地的农民种植新的作物 更新农业技术 改良土壤等等 此外 胡东南还倡导 鱼有其传 亲自帮助渔民 向金融单位贷款 一共买船造船 其他方面 还包括增加造林 拓宽马路 增设学校 加强卫生宣传与教育 等等 至今 澎湖百姓 还仍然改念 胡东南 他治理时的政绩 对于他率领的 国军部队 他对官兵提出了 所谓共患难的四个条件 一 不发牢骚 二 不计较待遇职位 三 不悲观 不消极 不泄气 四 在学术上 工作上 思想上 对自己有成就 对团体有贡献 他的这四条 他自己以身作则 做得非常好 那么 这些对于 在澎湖列岛上 驻军的 这些国军官兵 能有多大的思想影响 很难说 但这可以看到 胡东南 当时已经调整过来 之后的心态 1959年10月 胡东南从澎湖 离职回到台北 重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他去点蒋介石 蒋介石让他先休息一个月 到了1959年12月 蒋介石命令胡东南 到国防研究院 重任第一期的研究员 胡东南进入国防研究院 学习与研究的时候 是64岁的年龄 他一共在国防研究院 待了八个月 在院中 他依然保持着书生习气 与军人习惯 遵守规章制度 进退以礼 而且学习认真 十分勤奋 被第一期学员 推为学院长 有人回忆说 当时的胡东南 一身布置的中山庄 军用布鞋 但看起来 总比其他的学员 整洁得体 听课的时候 时常做笔记 非常用功 他在国防研究院期间 选定了一项研究课题 就是人才培养问题 他曾经说过 他为什么会选择 这一项研究课题 他说 大陆沦陷 真如土蒙瓦解 据我个人看法 基本原因 还在于一般青年和专家学者 往往对共产党的真相 茫然不知 于是随波逐流者有之 华众取虫者有之 而大乱随之 故今后再到中华这唯一药物 乃在实践 知难行义的革命哲学 因为实践笃行 本于真知灼见 不肯有真 何能实践 这是我所以选定 人才问题为毕业论文的用意 1960年6月 胡宗南在国防研究院第一期 学习研究期满毕业 他就以所研究的人才问题 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 题为论人才与建国建军之关系 他在论文中宣称 建国建军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才 尤其是经纬万端之今日 不但对领导群伦 担当方面之人才 需要培养和选用 就是对于一般工作的干部 也需要普遍的精炼和造就 造就人才的根本 主要在于培育 这是建国建军之第一件大事等等 他的毕业论文 在国防研究院第一期毕业学院中 被列为第一 那么他毕业之后 向简介石要求担任一个实质性的工作 求得一个死索 但未能如愿 简介石只是指令他担任国防研究院 毕业同学会会长 同时正然担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国防研究院院务委员等职 这都是挂名的闲职 在以后的时间里 胡宗南总是在家闲居 读书郊游 1962年2月7日 胡宗南并重住院 2月8日 蒋介石的长子 实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 与行政院政务委员的蒋经国 到医院探视 胡宗南对蒋经国说 我们折动的谚语 称人死为撬变子 我这次恐怕将撬变子了 在这之后不久 10年76岁的蒋介石 也到医院看望 胡宗南用香音 与蒋介石进行了最后的交谈 2月14日凌晨三十许 胡宗南突然惊叫树生 一手高举昏迷过去 他夫人闻讯急忙率子女 从家中赶来医院 这个时候 胡宗南已进入弥留的状态 没有什么疑言 之后不久 胡宗南死于心脏病 胡宗南去世的当天 蒋介石听到噩耗 倍感伤痛 于是就在这一天的国军干部会议上 他亲自宣布了胡宗南病逝的噩耗 并在训话中 特地加上了一段 调念胡宗南的话语 对胡宗南做了极高的评价 他说 胡宗南同志是本党一个忠贞自立 上气节负责任 打硬仗 不避劳苦 不计毁欲 革命军人的模范 大陆沦陷后 他曾经屡次写信给我 说至今没有求的一个死索 他在大臣调职的时候 又写信说 今后我恐无死索了 宗南同志 现在竟未能如其所愿 使他自己的生命 得到一个轰轰烈烈 光荣战死的死索 实在令人追思不至 蒋介石 以国民党总裁 和国民政府总统的身份 对胡宗南的去世 颁刺了 公主其长的晚额 又与行政院长陈诚一道 颁发了第1458号 惊中状 以永垂示范 并将胡宗南的军衔 由陆军二级上将 追赠为一级上将 在调念仪式开始的第一天 也就是2月17日 中午12时 蒋介石携夫人宋美玲 亲临祭奠 抚慰胡宗南的妻子儿女 而其他的国民党大员 也纷纷的表示自己的调念之情 蒋经国说 痛失之见 蒋伟国说 追思往西 替泪气创 盛文说 胡室 功满天下 名满天下 磅一满天下 忠贯群伦 至贯群伦 连更贯群伦 于一中 称胡宗南是 打掉了牙齿和血吞 胡宗南的夫人 叶侠狄 则称他的丈夫是 梦里的王子 风流儒雅的将军 胡宗南是国民党一位极其重要的军事将领 就像我开篇讲的时候提到的 他经历了从第一次东征 一直到防卫台湾 相当长的时间跨度 这在大时代里都很想有人与他比肩 客观和公正的认识胡宗南 对于我们理解那个大时代 有着很大的帮助 他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和高级将领 有很多的优点和长处 生活简朴 注意力己 待人忠诚 谦和 宽厚 友情 他擅长 制军 带兵 练兵 但是作为战场上的军事统帅来说 作为方便军统帅 他的军事指挥才能有不足之处 但即使他有不足 纵观大时代国共双方的军事将领 强过胡宗南的人屈指可数 而不如胡宗南的人 确实人数众多 所以公正客观的去看待国军的将领 就应该像周恩来在胡宗南病逝三年多后 一次谈话中提到 要敢于如实描写 并无会事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